如果细数人生中的幸福时光,那度蜜月一定是最令人难忘的。 在爱情最甜蜜的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无疑会给这段感情增色不少。 都说度蜜月是为了放松,是为了让彼此更亲近一些,旅行中的互相照顾不仅能让彼此感情升温,还能让彼此更了解对方。 按理说,度蜜月是小两口自己的事情,可偏偏有的父母不放心,觉得孩子从来没去过那么远,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? 只是担心就算了,有的父母要还跟着孩子们一起去度蜜月,这就有些离谱了。 小欣就遇上了这么件离谱的事情。 小欣和丈夫是相亲认识的,两人的工作都比较忙,谈恋爱期间也是手机聊天多见面少,本来还想进一步熟悉一下在谈婚论嫁,可两人年纪不小了。 家里着急,就想着结了婚再培养感情,于是两人就这么交往了半年就领证了。 小欣一直向往一段浪漫的爱情,现在虽然没能如愿,但形势不能少,所以在办完婚礼之后,小欣提议来一场蜜月旅行。 丈夫答应得很爽快,说一切她来操办,小欣还觉得自己找了个靠谱的人,很是满意。 出发那天,婆婆带了很多东西一起跟着,小欣以为婆婆是来送他们的,直到婆婆一起,跟着上了旅行团的车小欣才知道婆婆这是要跟他们一起度蜜月去啊。 度蜜月,婆婆跟着,这事儿说给谁谁都得说离谱,可偏偏丈夫非常满意,当时小欣就不开心了,可婆婆已经上车了, 也不能给人碾下车,就想着到目的地以后再和丈夫商量让婆婆回去的事儿。 一路上,婆婆都很兴奋,和小欣的丈夫说个没完,小欣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,她都怀疑着到底是谁在度蜜月。 好不容易到了地方,婆婆先是把带的各种物品都拿了出来,看着一床的东西,小欣惊呆了, 拿点换洗,衣服没问题,拿点卤肉咸菜也没关系,可怎么会拿锅碗瓢盆? 这外面吃东西多贵啊,我拿着锅给你们做,又省钱又健康。 婆婆一副自己很机智的样子,旅行团不管饭吗? 小欣看向丈夫,管饭的贵几千块钱呢,反正我妈能做,就不用花那个钱了。 好不容易捋个油,多花几千块钱怎么了,就算旅行团贵,自己出去吃也行啊,至于拿着锅做饭吗? 小欣不能理解无语至极,当晚就和丈夫讨论怎么把婆婆送回去。 本来就是两个人的旅行,带着婆婆算什么呀? 谁知道,丈夫根本不同意,我妈也辛苦半辈子了,好不容易我有时间能带她出来走走,干嘛要回去辛苦半辈子和她们蜜月旅行有什么关系,以后有时间不能再单独带婆婆出来吗? 好说歹说,丈夫就是不愿意让婆婆回去,小欣也放弃了。 有婆婆的旅行可想而知,想买什么都是太贵了,都一样的东西回去买便宜得很,想吃什么都是,太贵了,这东西也不好吃,我给你做。 就连想去个单独收费的景点,婆婆都要拦着,这和那些免费的都一样,没什么好看的。 而这一切,丈夫都认同,完全听婆婆的。 至于丈夫自己,就好像没有自理能力一样,每天早上婆婆帮她拿衣服。 逛景点还要婆婆问要不要喝水,饿不饿,都三十大几的人了,还像小孩子被照顾着。 整个旅行下来,小欣几乎没和丈夫有什么交流,但也算深入地了解了丈夫和婆婆,虽然没有收获快乐, 但精神是得到了升华的,忍耐力也达到了极限。 为期十五天的旅行终于结束了,小欣从来没有一次这么盼望早点回家。 回家的时候,还发生了小插曲,因为婆婆做饭,弄脏了酒店的床单,还被罚了二百块钱, 为此婆婆和丈夫还和酒店的工作人员吵了一架。 小欣感觉回去的路上,一车人都在看着他们,面子里子全都丢没了。 回到家里,终于只剩下小欣和丈夫两个人了, 小欣把连日来的不满彤彤和丈夫说了一遍, 尤其是对丈夫爱听婆婆话的这个问题。 理性地和丈夫分析了一下,可丈夫并不觉得听母亲的话有什么问题, 带我妈去旅游怎么了? 有个人照顾我们不好吗? 我妈说的都没问题呀,你怎么就没完没了了呢? 经过这次的沟通,小欣知道丈夫的妈宝男属性是很难摘下来了, 这以后的日子会过成什么样还不一定呢? 小欣也不再多说什么,直接提出了离婚。 而小欣的丈夫也觉得小欣不尊重自己的母亲, 便同意了离婚。 婚前了解好对方还是很重要的, 不然很可能会像小欣夫妻这样闹剧收场。 第一,妈宝男的根本问题是不成熟。 妈宝男身上有很多不成熟的标签, 幼稚,为母命是从,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。 而造成这一切的源头,就是妈宝男的母亲。 他们总觉得孩子还是个孩子, 即使孩子已经有自理能力了, 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包揽他所有生活起居上的事情。 像上文中小欣的的丈夫, 就是被母亲宠坏了的孩子, 早已经过了成年人的年纪, 可母亲还是什么都不放心, 旅游要跟着, 衣服要准备好, 连可不可饿不饿都要照顾到位。 而小欣的丈夫也享受着母亲给予的照顾, 乐此不疲。 妈宝男是真的不愿意长大吗? 也许并不是, 他们只是习惯了母亲为他们安排的一切, 理所应当地认为这样就是正常的生活。 因为母亲的长期过度干预, 造成孩子心智难以正常成长, 久而久之, 就算年纪大了, 心里也依然不成熟。 他们无法明辨是非, 只能以母亲为标准, 只要和母亲说的不一样的, 就都是错的。 所以很多嫁给妈宝男的女人, 都会觉得自己的丈夫总是向着婆婆, 包括上文中小欣的丈夫, 在小欣说到婆婆的问题时, 总是护着婆婆, 在婆婆因为弄脏了酒店物品拒绝赔偿时, 也向着婆婆, 根本不明白是非对错, 只是一味顺从。 而妈宝男, 大多数无法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, 当然也有意识到自己问题但并不想改变的。 第二, 拒绝成长是男人最大的不负责任。 很多妈宝男其实是知道自己和别人不同的, 尤其在工作或者结婚之后, 却少有愿意改变的。 妈宝男不愿意长大大致有两个原因。 一是, 听习惯了母亲的话, 从内心上不想自己思考, 不愿意改变, 觉得这样一直生活挺好。 所以拒绝外界给的一切可以改变的信号, 只想保持现在的状态。 二是害怕改变后的结果, 如果脱离了母亲, 自己能不能生活, 能不能独自处理事物, 因为不确定, 所以不敢轻易改变。 可无论哪一种理由, 拒绝长大的男人都是对自己和家庭的不负责任。 每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都是一个个体, 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, 没有人能一辈子护着你。 如果有一天母亲不在了, 妈宝男要怎么生活? 很多妈宝男都是听了母亲的话, 选择结婚生子, 所以在婚姻中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主动权。 对于他们来说, 结婚和母亲平时吩咐的其他事情一样, 只要照做就好。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嫁给妈宝男的女人都不太幸福的原因。 妈宝男说来也是可怜人, 但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, 遇上妈宝男还是敬而远之为好。